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12生肖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人们是没有生肖的 有一天,一黄大鸡邀请12种动物作为人的生肖 它请各种动物在新年那天来南天门吃午饭 在那时候,猫和老鼠还是好朋友 它们约好了在新年早上一起去南天门 猫和老鼠已经要在那天早上叫醒他 可是初期晚上,老鼠睡不着 它就起来,先自己跑到南天门去了 龙也知道这件事,它也想要当12生肖 龙身上的鳞甲虽然很威风 可是它的头光疏突的,则好想一堆美丽的脚丫 正巧在看见路过的公鸡头上有漂亮的脚 他就去找公鸡借,公鸡不想要借 旁边的蜈蜈蜈说 公鸡,你已经很漂亮了 就把脚借给龙用用吧 我来做担保 公鸡只好不情愿地把脚借给龙 吃午饭的时间快到了 各种动物陆陆续续地来到南天门 一黄大地说,恭喜你们12种动物 就做12生肖吧 老鼠第一个到,今年就是鼠年 以后就叫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 猪的顺序轮下去 大家没看见猫,就问老鼠 猫怎么还没来 老鼠说,他还在睡觉呢 我还没叫醒他 从那以后,猫和老鼠就变成死回头了 龙从生肖大会回来后 也不想要把脚还给公鸡 公鸡来找蜈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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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蜈 确实他也没办法 弃了公鸡,一口吃掉蜈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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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蜈蚣 而且让我知道动物之间有趣的故事 比如为什么猫和老鼠是死对头 为什么公鸡吃蜈蚣 还有为什么公鸡在脚上会窝窝大叫 最有趣的是 龙头上的脚应该是公鸡了呀 哈哈哈哈